欢迎收看每日财经点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的市场表现 那澳洲股市在昨天周一表现相对还是不错的 那么由于上周朝鲜问题逐步影响呢 在逐步减弱 使得澳洲在昨天呢 大盘上来看金融和矿业呢 都有所上涨 最终澳洲股市是反弹了0.7% 中国方面A股也同样出现了反弹 尤其是中小板块 上证指数呢是上涨0.9% 但是深圳方面呢则上涨2.2% 重新回到了10500点以上 同时中小板块也上涨幅度超过了2.9%以上 在欧美同样股市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 英法德最少的上涨0.6% 最多的呢则上涨1.3% 美国方面也是一样三大指数 同样迎来了不同程度的上扬 多的呢有1.3%的涨幅 最少的也有0.6%的涨幅 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由于这个股市的回暖而出于下跌 在昨天触及了1294的高点之后 目前呢回调18美元达到了1274附近 在其他方面油价昨天有所下跌 目前价格是在47块6毛钱附近 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找人要说的话题呢 就是说美联储昨天再一次掉人胃口 同时呢黄金是第三次触及今年的顶部之后 开始回调 我们看到美元和其他国这个非美货币的汇率 在昨天晚上一夜之间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化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 事出是有因的 就是因为呢 美联储的第三号人物 这个纽约联储主席在昨天晚上发表讲话 他说到呢 如果美国经济按照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持续下去的话呢 他会支持美联储在今年年底之前再进行一次加息 那我们知道呢 美联储在过去几年一直使用这个加息或者不加息的话题来勾引这市场 美国呢或者说美联储已经屡试不爽 比如说在去年年底16年年底的时候呢 美联储说到今年有可能美国会加息四次 当时把美元推的是非常之高 但是之后呢 随后他们又逐步的啊 用不同的原因不同人出来说话 降低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这个期望值 从四次降到三次 从三次再降到两次 这样一来呢 使得美元呢逐步从高位呢 不断的在往下滑啊 那随之而来 美国呢 他们加息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美元也没有 这个上涨太多 使得美国在国际贸易中 对其他国家的这个竞争力 依然是保持的非常不错啊 那么这个手段呢 屡试不爽 在过去两年也一直是这样啊 1415年 包括16年 几次说要加息 都是到了最后12月份的时候才勉强加一次 之前说的好几次呢 都属于狼来了啊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 在2017年上半年已经加了两次息 之后不断的他们吹风 给市场说到呢 啊 可能让大家觉得在下半年加息的次数 或者说是机会不大 使得美元对于其他货币呢 是一落千丈 但是现在呢 啊 为了让这个市场啊 为了或者说为了他们自己达到目的啊 今年年底 他们可能原本预计还有一次加息 所以现在再一次派人出来呢 又开始改变之前的口风 那其实市场已经非常厌恶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 但是没有办法 由于美国的经济地位导致呢 美联储的话 虽然大家都不愿意再继续听 但是呢 还是不得不听啊 尤其是呢 现在这个美联储我们知道呢 它是出而反而 一会儿说四次 一会儿说三次 一会儿又说两次 现在又从两次重新有可能加到三次 那么美元的走势呢 也随着他的讲话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所以总的来说 虽然大家都知道 美联储一直用加息这个话题 来这个引导的市场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虽说啊 美联储的影响力已经削弱了很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 每一次提出美元要加息或者降息 都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是昨天晚上美元加息的事情 咱们再说一下现在黄金的走势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周 黄金价格因为朝鲜的导弹问题呢 一路上扬 在昨天晚上呢 再一次碰到了1295附近的 今年去过三次的年内最高价 但是并没有打破 那么这么一来 黄金价格已经在今年去了三次 1295 但是都没有突破 所以1295目前就成为黄金的一个天花板 如果未来黄金要继续上涨 只有在突破了1295之后 才有希望 所以我们投资者呢 可以密切关注黄金的价格 什么时候它能够超过 并且保持在1295价格以上 那我们对于黄金呢 才有可能可以考虑长期继续买涨 那么在1295以下 其实都属于一个大范围的震荡行情 那么今天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呢 在晚上六点钟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通胀数据 对于英镑影响非常大 到10点30分 美国有核心销售数据 对于美国的股市影响比较大 那么在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要说的一个产品 说的就是澳元兑美元 我们看到在这个上周五的时候 咱们说到呢 澳元兑美元曾经是触及了四小时线的底部 差一点就打破 已经跌破了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但是呢收盘一直是拉上去 在昨天一度是回升之后 无望再一次 目前是两次触及了0.7850附近的底部 这个底部价格呢 你有可能触及两次以后 第三次回升变成一个W型的双底向上 但是有更大的可能 从现在情况来看 澳元随时有可能会打破0.7850的支撑线 那么澳元一旦是在四小时线上被打破0.7850 那么下一档将很有可能会去到大约是在0.77附近 也就是说有可能有150点的下跌空间 这一点呢 我们投资者在本周对于澳元来说应该重点关注 这个是咱们今天要说到的交易信息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